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没想到的是我们中国青海省发现了一座居经四千年的古墓遗址 在这个考古中一万发现了一万一打一面 这个发现直接震动了这个考古建 我们的专家更是疾痛的别提友当开心了 直接回到了2002年 地点在这个青海省明河县 这个观亭镇 辣家村 当时青海省考古专家在这里发掘出了古遗址的痕迹 在这座上级部门的批诊后 考古专家开启了豪豪大大的发掘行动 没想到在挖掘的过程中 专家发现这座古墓居然有新石器试在这个遗址 这个发现自然是非常有价值 而后相继地清理出了石器 陶器 玉器 古器等等配藏品 而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珍贵的文物 其实研究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 的确 考古队都觉得非常的灰心爽气 毕竟如此巨大的古墓一只 居然没发现什么太大的研究价值的文物 怎么会不让人说呢 但是考古队这份工作考验的就是耐心 而且事实证明 只有坚持到最后 有价值的文物就一定会被发现的 就在考古队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有考古队员在挖掌屋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桃碗倒扣的 其实这算是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在考古队扎体给搭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坨东西掉了下来 为此他就大喊了起来 考古专家和队友们都围了起来 大家仔细一看 居然是这个灭条 当然了 当时只是猜测 并得十分的肯定 第一次 戴斗回到这个文物局之后 开始研究 结果表明 这就是四千年前的灭条 只不过 人家的灭条 不是用小麦制作的 而是用米粉制作的 这的确是让人诧异 当时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世界都为之震动了 而作为我们中国的专家 自然是激动作流泪 因为这个发现 无疑是开创了历史 为我们中国饮食历史文化 再次揚美吐气了一回 很明显作为意大利人 是非常的花烂 因为意大利面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 而是 哪家遗迹册图的 这个四千年前的意大利面 却彻底让他们 引以为傲的意大利面文化粉碎呢 好了 本期的节制题 都在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 转发 点赞 感谢观看